今天这期视频教大家给中老年人做房屋的检查 为什么要做房屋检查呢 是因为中老年人很容易因为房屋中的一些不合理的地方而受到伤害 如果把这些检查都做到位了 可以极大的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 首先先检查一下家中是否有过多的楼梯 脚就很容易踩空就会造成伤害 所以如果有条件的话 尽可能还是把它改成为斜坡道 如果真的有楼梯不好改的话 要检查一下楼梯旁边有没有扶手 如果没有扶手又有很多楼梯的话 建议在旁边安装扶手 并且在每一层的楼梯贴上一个反观条 第二点就是检查家中时候的灯是否工作正常 以及在一些楼梯拐角处安装一些感应灯 这里安装扶手也一定要注意 就是安装的强度至少是够一个人压下去 能够撑得住的 这个可以联系专门的装修公司在家中安装这一六的扶手 比如说从二楼到三楼都扶手装起来 以及在家中厕所的旁边到浴室里面 以及到门边都可以安装一排的扶手 第三个点是检查卫生间 卫生间中有两个比较不安全的地方 一个就是这个马桶 看一下马桶是敦式的话 那是非常不建议给老年人使用的 因为对老年人的压力太大 而且站起来的时候很容易发生晕倒的情况 弱势马桶也要好好的看一下 比如说如果太高的话 老年人站起来也容易跌倒 就会有亮呛 如果太低的话 对老年人站起来膝盖也有压力 很多老年人都是在上完厕所之后 站起来的那一下 要么是没站起来 要么就是站起来的向前亮呛了一下 因为老年人的血压 这个调节能力没有年轻人这么强 很容易产生一种晕眩的感觉 所以在旁边最好也安装一个 能够用手去抓住的一个扶手 这个价格其实也并不贵 但改善一下对老年人帮助非常大 浴室里面 一定要注意 首先瓷砖最好是能够防滑的 如果做不到这一点的话 可以选择在下面铺上一种 那种有吸盘的沐浴垫 那这样子也可以增加这个防滑 但是这个沐浴垫一定要铺到位 有的时候如果边上露出来一点 反而容易把老年人给绊倒 此外在沐浴的时候 最好在边上安装一个沐浴凳 就是那种平时可以收上去 要沐浴的时候可以放下来 让老年人坐在那里沐浴 第四点是看起居室和客厅里面是否边角有把它包裹好 那这一点对于老年人和小孩来说都是十分重要的 万一发生了风险就是跌倒的话 也不至于造成太严重的后果 此外一些老年人经常要用的东西不要放在太高处 比如老年人换季要换棉被了 那很多老年人棉被还放在很高的一柜子上 要站在船上去拿或者站在板凳上去拿 要避免老年人出现这样子的情况 可以用一些箱子把它堆在地上 或者把它放在船底下 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保护好自己 此外像经常要吃的药最好放在桌子上 就是伸手就能拿到的地方不要放在譬如说柜子的上面 或者说放在厨房的柜子上面 要手够着去拿的那很容易会造成跌倒 最后一点是可以安装一些报警器 譬如说像一氧化碳报警器安装在浴室里面 还有像烟雾报警器安装在厨房里 会因为机型不好 比如说烧饭忘了关火之类的 那这种可以极大的提高它的安全性 那当然以上说的这些都是最好的建议 并不是指每一个人都要做到这么尽上尽美 那当然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 那改变的越多 那肯定效果是越好的 希望这期视频对各位朋友们有帮助 我们下期视频见 有什么疑惑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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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梦